可能你現在在聽的是神網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網民編輯暴政的沒沙冷氣 以及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都可以訂閱 也希望大家幫幫忙把直播節目和節錄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七國集團的會其實就開完了 現在公佈了他們下次開會的地方 他們這七國集團峰會下次開會就在加拿大 就在Alberta 艾伯塔省 這個Alberta 那個地方就叫做 Kananaski Village 這個就是卡納納斯基斯山區 這個地方之前做過八國集團峰會 那時候俄羅斯也在裡面 G8 在2022年的時候 他就搞了一個峰會 這個 加拿大的總理 Justin Trudeau 這個杜魯多 他選擇這個地方其實有點怪 為什麼說有些怪呢 就是 其實Alberta這個省 就是加拿大做石油和天然氣的 中心地帶來的 這個就是 保守黨的 權力基本盤的地方 如果沒有搞錯 那個人叫做 Pierre Poirier 波利耶夫 好像叫做 這個保守黨 他們的票倉 就是在Alberta 這個地方當然是很近 這個洛基山脈 有很多人都會去的 很偏遠的地方 偏遠的地方 一選了這個地方 但是 加拿大 很有可能 其實 下屆大選 會收了這個 杜魯多 杜魯多 其實杜魯多 應該就是Motorola 理論上 實際上 我不敢說 因為現在 人們猜 G7 他下次的會 就是在秋天的時候 開的 那麼 杜魯多很有可能 在預算問題上 財政預算案的問題上 會出問題的 可能這個預算案 會被人否決 那些 可能4月 或者5月 就已經要 重新大選一次 那麼 這個七國集團 開會 就是另一個人 去做東道主 理論上就是這樣 實際上 當然我不知道 實際上 他之後會怎樣 當然 很難猜 因為杜魯多 其實現在說 就是他 連財政預算案 這個 都可能有問題 過不了 過不了 那麼 這個 財政預算案 過不了這個問題 其實在 就是 西式民主的地方 其實 是不是會出現 其實 是會出現的 不過也不是經常會出現 通常這樣的情況 之後 他又要重新大選 如果他過不了 那些預算案 過不了 那他就再再選一次 就是 他們的角度來講 這些 就不是什麼 癱瘓政府 再選過 他們的態度就是這樣的 有一件事 G7 大家可以留意 他現在有一張照片 我遲些就可能放在封面上 可能你還是按封面進來 就是萬夫莫迪 這個印度 的總理 他站在那張照片的中間 在中間就有三個人 嚴格來說 在那張照片中間 最中間就是萬夫莫迪 那麼萬夫莫迪的右邊 就是岸九文雄 接著他的左邊 就是索爾茲 就是德國的總理 索爾茲 那麼萬夫莫迪為什麼 變成G7的中心 那麼我的看法就是 萬夫莫迪他有影響力的 因為現在他的國家 其實人口是全世界最多的 還有現在很多人都在想 如何在印度投資 可以賺錢 其實就是 所以唐經一就是印度入G8 不是他們現在會聘請其他地方的人 即是他在G7開會 他也會聘請其他人去 那麼他就是有 請萬夫莫迪 他們請萬夫莫迪是有原因的 當然 但是萬夫莫迪和杜魯多是不對的 他沒有明顯的互動 為什麼沒有明顯的互動呢 就是因為杜魯多之前 就指責印度 策劃在加拿大暗殺 一個石黑教的人 那麼其實現在 加拿大和印度的關係 都是不太好 其實 那時候萬夫莫迪的政府 就有很大的反應 就驅逐了加拿大的外交官 還有 就是不讓加拿大人去印度 他是用不發簽證的方式 他是這樣做的 那麼 Nate River就說 小道好像說不會再選 那麼他已經做夠了 其實也說真的 其實他沒有什麼實際的功績 就是我聽一些網友說 就是他實際上也是做不到事情 但是其實很多政客都是這樣的 一個頭面人物而已 選舉的時候很英俊的 可以有票 做了兩屆就不行了 那就收他皮 其實是這樣的 那麼 那麼 那 他曾經說 G7除了吹水會 得閒少一下中俄 影響力大不如前 其實又不是 這個又不完全是 G7其實也是一個方向標 那麼馬克龍呢 他就... 這個又說一下花邊的東西 而已 馬克龍呢 他在七國峰會那裡 他就當作是選舉論壇 那樣 他回法國之前 他就把左翼聯盟 和極右翼的經濟計劃 那... 這個就令到 這個馬洛尼 就是意大利的總理 就很不喜歡 為什麼很不喜歡 就是因為 意大利的總理是極右翼的 就是法國總統馬克龍 他這樣說 他就... 某程度上 將G7變成他的競選平台 其實這樣做是不妥的 我也認為這樣是不妥的 但是... 現實就是... 他現在是沒得選擇的了 馬克龍是... 馬克龍是沒得選擇的 馬克龍是直接說 左翼和右翼反對派 都是語無倫次的 已經是這樣說的 Tony Chen說 加拿大和中國都不好 其實... 加拿大... 這個國家 現在也有很多人考慮移民去的 香港人很多人都考慮移民去加拿大 因為有親戚去加拿大 但是如果你想想 怕世界有危險 怕台海打仗 其實有些朋友這樣跟我說 怕台海會打仗去加拿大 我都要說去加拿大不是不好 雖然我不喜歡加拿大這個國家 但是如果你能考慮加拿大的話 倒不如考慮澳洲 我不是幫澳洲賣廣告 有些朋友 很有趣的 他們覺得 還是要移民的了 現在考慮移民的人是多了 近兩三個月 考慮移民的人是多了 因為... 有些事情 在他們的角度 變壞的速度 好像閃電那麼快 不是開玩笑的 有些事情真的好像 越變越壞 在這樣的狀態 你離開香港 或者去其他地方 其實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一定有人會走的 這個世界 但是... 我就想想去加拿大的人 最好想想去澳洲 澳洲是比加拿大安全的 就是我的看法 那... Tony Chalk 說 政客做不到事 比做一大堆錯的事情 這個也是 Elsa Luke 說 加拿大突然多了很多印度來的留學生 然後發現他們的學歷很多都是造假的 有人又教他們去Food Bank拿食物 所以現在禁止國際留學生去Food Bank 太多印度來的留學生 導致租客更難找到居所 租金就進一步斜高 那... 學歷造假 這個在發展中國家 是很普遍的 其實之前有一件事 說說幾... 都已經很多年前了 應該是幾十年前 沒有幾十年前 沒有二十年前左右 二十年前就試過 在澳洲有個醫生 是印度的醫生 那麼... 他的學歷是假的 那個執業的資格全部都是假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澳洲那邊就批了 可以在澳洲做醫生 那... 那件事呢 就是... 搞到... 就是... 澳洲人對自己的醫療體系 都覺得很驚嚇 這樣也可以的 其實這個醫生是假的 這個是... 這個沒有... 其實這個... 沒有二十年前 我現在找回一些資料 其實這個... 印度去的假醫生 就是... 2003到2014 在新南威爾斯那裡做... 就是... 醫生 但是他不是真的醫生 他是假醫生 其實就是... 他是做了十一年醫生 但是不是只有一個 其實之前還有其他的 就是... 之前就是... 還殺了一些人 其實就是 很瘋狂的 其實... 其實... 有一個... 醫生還要是... 我的理解 還要是... 就是... 搞到... 病人... 出現嚴重的問題 其實... 那... 那... Kokibi就說假醫生 那... 真的...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不是開玩笑的 還有... 之前呢... 就算有個真醫生 之前有個在... 在昆士蘭的 那... 這宗真的是二十年前 我剛剛找回了 真的是二十年前 那... 在昆士蘭有個醫生 在印度訓練出來的 真的... 真的殺了很多病人 是... 你說他是故意還是怎樣呢 他... 真的弄死了很多病人 結果是 他做手術的時候弄死了病人 就是... 很恐怖的 有個阿姐 他的傷口爆裂了 是爆得連腸都弄出來了 其實是 這個醫生入職... 這個醫生一入職的時候 那些同事已經說他是無能 這個就是真醫生 但是... 他實際的... 水平是很低的 很危險的 現在就有些安全保障的 現在就沒那麼容易... 這些人可以繼續在那裡做的 其實... 所以我曾經一直說 G7是二戰後既得利益者和規則建立者 對中國和南方國家一帶一路 新經濟十分不滿 其實是不是十分不滿? 我一定要說 G7呢... 別人對他不滿也有的 不只是他對別人不滿 有其他人也對他不滿 其實G7 如果你說他影響力大不如前 這個其實就... 嚴格來說不是的 他們說很多話 都是有... 指標性作用的 其實 那兩方就說 澳洲加入AUKUS 更加有機會加入台灣海戰 怕台海有戰爭 是不是要考慮澳洲? 那... 你去澳洲呢 你剛剛去的人 他不會隨便叫你當兵的 我都說過現實 他不會隨便叫你當兵的 還有... 始終是離開... 其實說真的大家都離開 那個戰場都很遠的了 你說澳洲會不會真的參與台海戰爭? 老實實我認為是不會的 我的看法是... 只是說一下 我說過現實就是... 還有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 台海有戰爭的機率 其實我認為是不高的 不過... 現在有些人是怕這件事情 就是他覺得香港太近了 那你香港太近要避遠一點 那避澳洲... 我覺得去澳洲就好過去加拿大 因為加拿大... 當然你要理解 我之前也說過我在加拿大 試過一些不愉快的經歷 但是... 去加拿大本身... 有些事情... 我認為都是沒有澳洲那麼好的 如果你是一個... 香港人 你去了加拿大或者澳洲 不會以後都不回香港 去澳洲的好處... 我的看法... 就是... 始終也近一點 始終也近一點 就是這樣 那... DB3 PA121 他說新西蘭也試過假貨車牌 還要是正式發的 其實是有的 這些一定是假的 始終是有危險的 外來的人 他的證書有可能是假的 這是從來都有可能的 每個地方有不同的方法去管理這些風險 但是... 剛才我說的那個... 醫生... 他是印度醫生 他去到昆斯蘭 其實根據那裡的州政府 這是20年前發生的事情 結果是有80個人 就是死在印度受訓的醫生 其實就是 那個人叫做... Jayan Patel 我現在終於找回一些資料 這件事是很久以前的 其實死了80個人 其實是會這樣 這是沒有辦法的 一定會有這些事情 那... 那... 你說... G7有沒有影響力 現在他... 不是完全沒有影響力的 當然你說他的影響力比以前少 那... 是真的 但是... 我也講過現實 你說金磚五角的有沒有影響力 實際上... 如果你說G7沒有影響力的話 金磚五角也是沒有影響力的 我講過現實而已 但是為什麼都要留意金磚五角和G7說什麼 有些事情 代表了一些方向 你知道那個方向 你可以做一些應對的措施 舉個例子 就是... 這個新衛城 他在G7那裡有講一些反移民的事情 其實 但是G7那裡 他們出來講的事情 就是要用符合國際法的事情 去處理難民或者移民的問題 就是要合國際法去做的 G7那些人是說的 那麼新衛城當然不同意 因為新衛城他在7月4日都選 他這個人是... 嚴格來說 就是一定要... 說要加強邊境執法等等的事情 但是G7他們就說 他們就說要... 做的事情要符合國際法 但是新衛城他送人去盧旺達那些 是不是符合國際法呢? 其實大家都有問號的 所以你說他沒有影響力 我就告訴你 不一定 還有就是... 還有就是... 這個... G7 他有講其他事情 主要就是跟俄羅斯有關的 就是跟俄烏戰爭有關 俄烏戰爭其實... 老實說我當然想快點搞定 這個現實是 那麼... 他在瑞士那裡有開一個會的 預計現在有90個國家會去... 瑞士開那個... 就是烏克蘭和平的那個峰會 那麼... 俄羅斯沒有參加 中國巴西都不會去的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 那麼現在他有90個國家會在瑞士那裡談 那麼... G7就有... 表了貸 其實... 你留意一下 G7不是... 為什麼我說沒有影響力 他們表了貸 昨天也有說 俄烏那裡 他們會拿俄羅斯的資產 做出來的錢 去做擔保 然後他們就借一大塊錢給烏克蘭 其實嚴格來說 就是扣了俄羅斯的資產 出來的錢 給烏克蘭 嚴格來說就是這樣 因為烏克蘭沒有錢還的 他們也... 那之後會不會直接連俄羅斯的資產都沒收了 這個不是不可能的 這個不是不可能的 還有G7 為什麼我說沒有影響力呢? 馬克龍在G7那裡有說 G7那裡... 馬克龍爆發了什麼 就是美國和他們同意和以色列合作 這樣呢 就換和 以色列和黎巴嫩邊境 真主黨的緊張局勢 但是呢 以色列的國防部長就馬上出來譴責馬克龍 就說他亂說 他就說以色列 就現在在... 他和黎巴嫩的邊境 和真主黨正在打 那... 其實... 法國呢 他也禁了以色列公司 就參加下個星期 在巴黎舉行的 國防... 即是國防軍備展覽會 他不讓以色列來參加 其實... 有些事情... 為何說這些事情 都是要看看他們開會 他們整體的影響力是小了 但是他們不是沒有影響力的 這個世界呢 是冷船都有三斤釘的 其實是 那... Nate Riefer 說澳洲 起碼還沒有毒品合法化 其實澳洲是不會的 澳洲他們對毒品是很嚴厲的 如果在五眼國家來說 澳洲對毒品的態度 算是最嚴厲的 即是大麻入境 在澳洲都可以判得很重的 那... 英國算生產總值是否能進入七大經濟國 當然進不了 其實現在的七大工業國 如果你算經濟體量的話 如果是算PPP 即是購買力評價的話 其實他們不是七大的 有很多不是七大 全部不是七大 但是裡面 真的說是大的 其實只有日本和美國而已 其他那些是不夠大的 現實是... 不過 他們實際控制到的東西 你就要看真些 譬如 法國、德國那些 整個歐洲其實是說的 我也說過現實 所以你說七大工業國 影響力小 我就告訴你不是 即是美國人控制的東西 其實又不只是他自己是美國的 他的盟友也能控制到 接著還有就是周邊那些 南美那些地方 不聽他說他是突然的 即是美國是這樣的 所以他能控制到的東西是多的 即是你說他的影響力是小的 我就告訴你 其實你不可以這樣說 這是現實 你說現在南方國家會削弱他們的 其實這個不是... 我經常說一件事 這個世界不是刺銷比獎的 即是有些人覺得 這個世界是靈和遊戲 是刺銷比獎的 其實不是這樣 其實很多時候 你要看看究竟 可以扔到多少人 和他們一起做一樣的事情 即是有些事情 金磚五國是弱的 那些南方國家是弱的 你扔到做一樣的事情 都是沒什麼用的 我說一下現實 即是南方國家他們 現在可能加上金磚 他們的經濟體量 就比七大工業國大 這個不是開玩笑 是可能的 即是你計算PPP購買力評價的話 金磚五國加起來 其實如果沒有搞錯 GDP已經超過了七大工業國 但是七大工業國 他也是可以把金磚五國的人去搞事 即是七大工業國 就是去找萬夫莫迪 即是因為那些南方國家 不是同一條心 南方國家再加上金磚五國 那些不是真正的盟友 其實G7的力量 就是他們這班人 在全世界那裡賺好處 他們是同一個方向去賺好處 他們是同一個方向去賺好處 所以他們是有他們的力量的 因為他們是利益驅動的 大家是一起賺好處的 他們是 算了我講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 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我們來講一會兒 我們來講一會兒 一會兒 我們來講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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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中文明早上 走一會兒 好像不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